嗨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做四种口味的虾菇 分别是宫保虾菇 咸蛋虾菇 麻辣虾菇 还有更漂亮的虾菇 首先就是要准备一包虾菇 那我们选择的就是Fully Fishery的虾菇 他们家的虾菇是已经帮你剥好壳了 所以真的非常方便 先把提示粉倒进一个碗里面 加入蛋黄 把它们搅拌均匀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虾菇倒进去 抓到它均匀为止 把炸鸡粉倒进一个碗里面 把刚才的那些虾菇全部倒进去 让它们都裹上炸鸡粉 接着呢就把虾菇倒进热油里面 炸到它变金黄色 大概是这样的颜色就可以捞上来 放在盘子上备用啦 现在先来教大家煮风保虾菇 加辣椒干 洋葱 蒜末 姜片 青葱 然后把它们翻炒一下 倒入蚝油 生抽 老抽 水 再把它们翻炒均匀 哇哦 一道香辣的公保虾菇就煮好啦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呢 第二种做法就是咸蛋虾菇 把黄油倒进锅里面加入Fully Fishery的咸蛋酱 还有咸咸丝 红辣椒 把它翻炒一下 接着加入糖 甜 再把虾菇倒进去 再把虾菇倒进去 把它翻炒均匀 这道咸蛋虾菇就完成啦 喜欢吃咸蛋口味的朋友一定会喜欢 第三种煮法就是麻辣虾菇 把姜丝倒进锅里面加入Fully Fishery的麻辣酱 新辣椒 红辣椒 还有青葱 把它翻炒一下 叶着加入水 老抽 生抽 糖 蚝油 还有勾一下芡 把虾菇倒进锅里后翻炒均匀 一道又麻又辣的麻辣虾菇就煮好啦 哇你看那个色泽亮晶晶的 看得我啊都流口水了 Cook We Light官方合作伙伴Fully Fishery 三星价钱 五星海鲜 七星服务 让人人都吃得起海鲜 上富丽 买海鲜 够好够新鲜 最后一道就是 咸蛋虾菇 先把咖喱粉倒进一个碗里面 加入蚝油 生抽 辣椒酱 黄 还有水 把它们都搅拌均匀 在锅里倒入葱末 蒜末 香茅 炒香了之后就加入霞米 再把它们翻炒一下 把刚才已经炒好的酱丝倒进锅里面 加入咖喱叶 红辣椒 就可以把虾菇倒进锅里面翻炒均匀 这道充满蓝洋风味的刚刚虾菇就这样煮好啦 四种不同口味的虾菇就这样煮好了 无论是哪一种口味都非常的下饭哦 你最喜欢哪一种口味的虾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